HELLO 大家好 我是Heidi 這個Dottie Heidi的頻道由成立開始 我已經忘記了什麼時候成立了 總之由我開始拍片到現在 已經累積了2000多個訂閱了 太好了 我之前在IG宣布 如果每過1000個訂閱我都會去做一個小小的Give away 今次會做這個2000訂閱給大家 希望大家會多多參與 今次是2000訂閱 我準備了兩份小禮物 這兩盒都是Colourpop的Eye Shadow Palette 一盒是Double N100 另一盒是You had me at HELLO 這兩盒都會是全新的 如果你有興趣想知道怎樣可以得到這兩份小禮物的話 只要留意片尾 片尾我就會說了 好 今天的主題 就會是我的化妝掃collection 我自己是一個很喜歡買化妝掃的人 我小時候已經是買Mac Bobbi Brown Ibsa RMK 很多專櫃品牌NARS Armani 這些都已經有買 小時候 可能是十年前 我已經很捨得買 之後到中期 那時候我都很喜歡看Beautyforum 或者我自己有寫blog 我不知道現在看的觀眾 曾經有沒有看過我寫的blog 那時候blog也有一點點成績 然後我就放棄了 那時候就喜歡買一些美國的品牌 寄回來香港 再之後 我就放下了瘋狂買化妝品的日子一段時間 再重拾這個興趣的時候 就已經是買Sigma Sueva Morphe 淘寶 這些 所以我覺得自己用化妝掃都用得挺有心得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有興趣看的話 那就要看下去了 那我們一切就由粉底掃開始了 其實通常我都會用Beautyblender 或者是Real Technique的Sponge 去上粉底的 但是有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心血來潮 都會想用粉底掃的 我現在最常用的 都會是這四支的粉底掃 其實三支 因為這兩支Shiseido是一樣的 那我從Shiseido開始說 這兩支一模一樣的 都是Shiseido131粉底掃 我是在日本的藥妝店買的 價錢大約是100元上下 那就不貴的 為什麼會有兩支呢 就是因為我用第一支的時候 覺得太好用了 所以我再去日本的時候 就決定再買多支Shiseido 一起用 那就不用寫小 可以給近鏡大家看 它的毛是超級無地密 然後彈性是非常足夠的 它推粉底的時候都很Smooth 很少很少可都會有粉痕 但是是推得均勻的 或者你拿手拍一拍都已經可以了 它的性價比我覺得是非常高 第二個常用的 就會是這支SIGMAR的F80 這一支都是他們很標準的粉底掃 一樣給大家看一下近鏡 你會看到比起剛才Shiseido的那支 它的毛沒有那麼密實 但是都是很多很多毛 它是非常鬆軟和非常滑 我自己是很喜歡它在面上的感覺 是一點都不會刺臉的 我說到兩支都這麼好用 但是我那天會憑什麼原因去選擇哪支想粉底呢 就是妝容效果 如果我想妝推出來的時候遮瑕度高一點 我會選Shiseido一三一這一支 但如果我想妝透薄一點 然後推得薄一點 然後自然一點的話 我就會選SIGMAR這支F80 兩個其實都是我很常用的粉底掃 大家可以看到我剛才還有這一支 它是ETUHOUSE的一個牙刷粉底掃 這一支我覺得它的質感OK 它推粉底的效果都OK 但是頭部太小了 其實它的毛一樣都是很滑 很Smooth 很鬆軟的 但是很可惜它毛這個範圍實在太小了 所以我推開了整個臉的時候 我覺得要花多一點時間 而且它是這麼多支粉底掃裡面 最難洗的那支 因為其實它的毛是很密很密的 所以它的粉底會入到很密 然後很難洗 所以我就比較少用這支 但是如果要說到我最真的粉底掃 一定是這一支Giorgio Armani的粉底掃 這一支是我買粉底的時候 是他們那裡的售貨員姐姐去推薦我買的 然後我不知道 我真的超級討厭它 它超級貴 它真的在我這麼多支專櫃化妝掃裡面 我最後悔最後悔買的一支 大家千萬不要買 我覺得一點掃都是有粉痕 然後不要用 哎呦不要買 總之不要買這一支 粉底掃之後 我就想跟大家說說碎粉掃 碎粉掃我現在通常都會用這兩支 這一支是SOEVER的106號掃 超級漂亮 我覺得它的包裝超級可愛的 它的BANG是Baby Pink的顏色 然後這裡是金屬是玫瑰金 然後它的尺寸是一個比較迷你一點 很適合用來去旅行 帶出去用來做碎粉掃的 然後大家看看它的毛也是超鬆軟的 然後我很喜歡碎粉掃 它的抓分能力也是OK的 它掃上臉都會很均勻 不會說很厚粉或者是完全抓不到粉上去的 所以我也覺得這一支是OK的 但是我會更加推介這一支碎粉掃 它是仿Sephora91號掃 為什麼我會說仿呢 因為我是在淘寶買回來的 我是想買真的Sephora91號掃 但是在香港Sephora沒得買 我又未去歐洲 未去美國 所以我自己去淘寶那裡找了一個防製品 但是不要小看它這個防製品 它是32至35元人仔 超級無敵 好好用 它的毛呢 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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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抓完粉之後很薄很薄 然後就可以掃到臉上臉 就完全不會說達到一塊塊粉的 而且它的大小呢 很快就已經掃到整塊臉了 大家會看到可能兩三下這樣滑一滑 就已經掃到整塊臉的碎粉了 然後它的毛質呢 你去Sogo那裡 或者去Lincrover那裡 摸一下Lamur的 稅分數 一千多元那支 其實我覺得差不多 真的不需要買這麼貴 我真的覺得這支已經非常好用 所以有一淘寶推介 大家一定要買這一支 然後呢 就到一大堆的眼影掃時間了 那我四月最愛呢 都有跟大家推薦過這個 25元人民幣淘寶七支眼影掃的了 那現在它都成為了我最常用的了 那其實它們的毛質又是非常之好 又沒有脫毛 又很滑 爪分能力又中上 那我覺得沒有東西可以挑剔的了 這七支眼影掃 然後淘寶我都還想推薦另一個牌子 就叫做瘦瘦狼 那我想如果你們有看Youtube 可能對這個牌子都不陌生的了 這個不是牌子 而是店名的 其實它們的化妝掃的質素也是非常之好 它的價錢就沒有剛才那麼便宜的了 我想逐支逐支買 它的大掃也有幾百元的 但是它會說明它是用什麼動物毛 或者纖維毛 或者是一些不同用途的 無論眼影掃、胭脂掃都容易找到的 我比較常用的都會是這兩支 金色這一支就是用來做一些主色的眼影 然後粉紅色、銀色那支就會是眼頭的highlight 之後還有兩支眼影掃 我都是覺得我沒有它們是不行 我經常性都會用的了 第一支就會是這支Morphe E14 它是一支頭部比較大的眼影掃 有時候我比較懶 上一次過滑完整個眼窩 都會用這支 這支非常適合我整個眼窩的形狀 或者有時候會是highlight 眉骨這個位置 它也是非常好的 這支就會是SIGMAR E20 Subshot Shader 這支的毛是非常短小精幹 而且非常實的 它用來blend開眼線位 一流 真的非常好用 完全可以做到你blend眼線的時候 漸層的效果 不需要用太多眼影色 可能你是用一個淺色打底畫一條眼線 然後用它去點一個深啡色 blend開眼妝都已經很漂亮很漂亮 非常推介大家去買 我覺得它這個真的 淘寶我暫時未找到 跟它質素一樣 效果、妝效很好的一支掃 再之後就會是胭脂掃 超髒 我還沒用這支掃 這兩支都是我比較常用的 胭脂掃 這支是SIGMA F10 我通常會用來掃一些平 或者斜的 一些胭脂 它的毛質、爪分能力一流 我覺得每個人都應該要用一支 的胭脂掃 另一支就會是MORPHY MB34 這支我其實沒有聽過人說過的 但是我自己是非常喜歡的 一來它的毛是超驚喜的 MORPHY這支就會是 畫一些比較圓形 波波很可愛很日系的 一些胭脂 我覺得它是最適合的 我在找到MORPHY這支之前 我一直都在用MAC的這支 109 MAC的這支109也是很圓 然後畫一個波波的胭脂 非常之好 但是它是很多缺點 一來它的毛不算很滑 它是刺的 之後它脫毛的情況 是超級嚴重 你是一邊化 然後毛一邊脫出來 你要一直在臉上撿毛 整件事是超級不討好的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 我洗掃的時候 我會用一個廚房紙巾 去印住這樣 去浪乾它 當它乾了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由我買它的第一次洗掃開始 到現在洗了很多很多次 因為這支掃 都是十年前的 都是在紙巾那裡有藍色的 是會染了一個藍色 大家看到 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 一支這麼貴的胭脂掃 我想三百多元 而且我買的時候 它還是Made in Japan 現在你們去MAC買掃 應該已經不是Made in Japan 它也是會染色的 然後 又脫了一條毛 它可以脫毛到十年之後 還有毛脫的 毛還有剩的 所以 我是 很不推薦大家去Made買掃 它是一個很專業的 一個品牌 它很多東西都很好用 它的化妝掃 都很出名的 但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出名 我不是只有這支 我用過五、六支Made的化妝掃 我覺得 它們的質素一般 最後就很快講講我的highlight掃 我最常用 就是Morphe的R14 然後 有時候都會用Sigma的F03 但是兩支的性價比 Morphe這支是贏了 因為這個Sigma 它是說 High Cheap Bone Highlighter 但是我覺得 其實它比較適合外國人 很喜歡一些很強勁的highlight 它的效果 即是突然間有一斜線的highlight 它是做到的 但是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一些自然一點 所以我會用一個大一點的掃去上highlight 所以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Morphe 這支多一點 好了 今天這個化妝掃collection 小分享 就來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的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對了 不要忘記我的giveaway 如果你想得到這兩盤colourpop的i shadow palette 其中一盤的話 那就要follow我的IG 然後subscribe我這個channel 下面留言 或者IG留言都可以的 兩邊是公平競爭的 那只要說的是你想要哪一盤 還有 你喜歡看這個channel的什麼 或者我應該多拍些什麼 我覺得我的重點是放在淘寶那裡 我覺得很多人都喜歡看我的淘寶片 那你們可以繼續 給我一點點意見 那喜歡說什麼都可以的 那我就沒有走的了 其實沒有所謂的 那麼多點參與就可以了 還有 介紹多點朋友去看這個channel 那希望越來越多人subscribe 那 對了 就是這樣了 記住多點參加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byebye